各位好 我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 城市設計裡面的類別 好那在Java裡面 它最主要的是這個 物件導向的城市設計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類別的部分 類別呢我們可以 把它想像成是 這個在地球上 有很多個物種 那其中一個物種呢叫人類 然後在這個類裡面呢 它可以產生非常多的實力 這邊舉到的例子有 愛因斯坦啊柯皮啊關羽這些 都是人類的其中一個 實力 好那我們在寫城市的時候 就是把這些類別 這類別 其實就可以把它 想像成是人類的 這個所謂的基因 好那透過這個基因 你就可以這個建構出 很多很多的這個 人這些實力出來 那各位可能會覺得 這個有點抽象 其實我們透過例子 就可以說明 那這邊有個情境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就是 假設呢今天老師出了一個題目 是要 這個同學呢 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設計一個學生類 這個類別 那有了這個類別之後 你當然就可以 產生非常多的學生 那每個學生呢 當然會有他相關的資料以及動作 好那大家這時候 我們來想想看 我要設計一個學生的 這個類別的話 應該怎麼做 好那 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 類別的一個基本概念 類別裡面呢 它就是由 這個資料成員 跟韓式成員所組成 好那 我們現在就要先來 釐清一下 到底什麼叫做 這個資料成員 那什麼東西又叫做 函數成員 那假設我們按照老師要的需求來寫 學生類呢 我們就可以想像 學生 它包含哪些基本的這些資料 包括 學號姓名 住址 電話性別 這個每個同學的這個資料 都不太一樣 所以呢 這個是 它的一些基本資料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會發現這些 學生呢 他有一些能力 比如說他會講話 他會考試 他會教朋友跑步 掃地這些 他有很多功能 能力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子來看 把它區隔成兩塊 好那我們就可以把上面 剛剛我們講的 基本資料這一塊呢 當作它的資料成員 那它通常就是代表一些 這些物件的屬性 所以屬性就是我們 這個人的一些參考資訊 基本資料這些都把它當作 資料成員的一部分 那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功能呢 就可以把它當成是一些韓式 比如說他會講講話 這是他一個能力 也是一個韓式 好那這樣子怎麼樣去寫一個程式呢 這就是一個 學生 學生類別所形成的一個 這個 類別的基本程式的寫法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樣的基本程式寫法裡面 我們這邊有資料成員 包括他的名字 ID還有什麼 address 他的柱子 那他的資料形態都是什麼 String 都是字串 好那中間這個 我們提過說 有一個韓式的名字 跟類別的名字 一模一樣 代表他是什麼 建構員 他是建構員 那這個建構員很特別的是 你要建構他的時候 必須要告訴他兩項 資料 第一個呢 是名字 第二個是ID 所以你要建構這個 你一定要先有名字跟ID 才有辦法建構出一個什麼 學生 好那底下這個就是他的韓原 韓式韓式成員 韓式成員的部分就包含很多 那我們是簡單舉例的 這邊有兩個 第一個是設定名字 set name 那另外一個是speaker 就是講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在 這邊呢 韓式的部分 就第一個字母呢 還是用小寫 好 那有了這些資料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把它寫成程式的話 要怎麼寫呢 好假設呢 我們利用了一個 類 有一個程式出來 好那我們剛剛講說 在這個程式裡面 我們現在先把學生類 這個類別做出來 好所以呢我們就 先告來一個學生的類別 學生的類別 我們就把程式寫在底下 把這個類別寫在底下 好 假設我們這邊寫好 我們從底下來看 我們剛剛撰寫的這段程式嗎 好 student 然後呢一樣的 這我們剛剛提到的資料成員 好有這些 設定好 再來呢 他的建構員 那建構員呢 可以是空的 可以空的 不用傳入參數 也可以是什麼 需要傳入兩個參數才能建構的這種 這兩種建構員 那底下呢 是他的函數成員 那函數成員很多 包括 設定他的什麼 name student name 再來是取得student name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一樣是名字 那一個是設定 一個是取得 那跟系統取得名字 顯然他要丟一些資料給你 所以 get的部分 他要回傳資料 他資料型態是自傳 好那return的時候呢 就把名字return回去 好啊 接下來我們就一樣畫葫蘆 針對id的部分做同樣的事情 只是他處理的對象呢 是id 他的學號 然後除此之外 我們再增加一個這個性別的設定 跟讀取取得 那假設另外一個呢 是speaker 這樣講話 好可是這個類別 student類別好了之後 你到底要怎麼樣去用它 要怎麼去用它呢 好我們回到這邊 他的man master來看一下 man master這邊 因為我們要讓使用者輸入資料 所以呢我們用一個scanner scanner 然後把new出來 這個同學都非常的有經驗 好知道怎麼去做 好再來這邊呢是 這個 問使用者說 你現在有多少同學要輸入 要建立多少同學 多少個同學的這個物件 那所以一開始呢 就從使用者那邊取得人數的數 數字啦 那接下來就是建立這些 我們發現這邊很特別的是 前面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們剛剛講student的類別名字 所以我現在建立了很多 以這個類所形成的一個陣列 所以這種我們稱之為物件陣列 物件陣列 所以呢 我是有很多student的這些物件所形成的 所形成的 所以去new student 那多少個呢 我們剛剛使用者輸入N個 就會 就會建構N個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宣告兩個變數 分別是 暫時使用的streetname跟這個id 好那因為是物件陣列 要重複不斷的去建立這些物件 所以我們用個for回圈 for回圈 i從0開始 i小於n 然後每次i++ 好那 首先我們顯示一個提示訊息給使用者說 請輸入D i加1位同學的這個名字 然後就透過scanner去取得名字之後呢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去提問 向使用者提問說他的id是什麼 並且取得之後 然後用他去建構出來 所以同學這邊有看到students 中國號i 就是第1個 這個學生物件被建立的時候 他要new一個什麼 他要產生一個student出來 這個student的建構員 是要傳入兩個參數的 一個是名字一個是id 好到這邊for回圈 結束之後會再回到上面 然後i++ 再進行下一個回合 知道你所有的學生資料都建完 建完之後我們為了要測試 就是其他的我們剛剛設定的這些messor 是不是真的有用 所以呢 在這邊我假設我去取得 去設定 第N加N位同學的 假設我們數有 兩位同學 那N就是2 所以第2位同學的性別是什麼 然後我們就從這邊抓到他的性別資料之後呢 設定到set 設定他的 有沒有看到我們剛剛用的是 剛剛student的類別裡面 有一個messor 這個messor叫set set 這個部分 好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把結果顯示出來 他顯示 第一 N位同學的姓名是誰 再來呢 第N位同學的性別是什麼 好 所以這樣子就完成一個我們 的這個題目 齁 所以這邊我們要先跟各位再一次說明的 就是說底下呢 這是類別的部分 所以你要先搞清楚這個類別呢 到底要哪一些資料成員 有哪一些韓式成員 有了之後呢 你要去取用它 那你就是透過messor裡面 裡面去把相關的物件 透過這個類別把它建構起來 建構出來之後你要去使用它就可以用點的方式 比如說點set 來看一下點set sex 或是點set name 做如此類的方法來去使用它 那你要取得資料呢 當然就是點get name 或者點get sex 由這樣的方式呢 來運作 好我們來看一下程式的執行 好 程式開始執行之後呢 他會先提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請問你要輸入多少位學生 可是我們輸入兩位同學 然後他會問第一個同學的名字叫什麼 比如說要check 他的ID是多少 我們隨便key一個 再來呢 第二個student是David 然後他的ID 我們也是runkey 好 然後第二位同學的性別呢 假設是mail 好 然後他就會把最後這個同學的 他的姓名是什麼 顯示出來 以及他的 性別是什麼 顯示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 類別的一個基本的 架構跟寫法 提供給各位參考